他这欲清真剑乃是妙法先心三清咒之一 分数神通不再悼恋 可以生生不息的 除了消耗些魂力灵气之外 没什么代价 唐杰的悼力却是以寿元为代价凝聚起来的 副初神可比玲珑高得多了 故而玲珑虽法术被破 却全不在意 反而开心的大笑 于他而言 像这样的兑换来的却是越多越好 下一刻他手一挥 已是一道九九归真值打出 他这万妙之手也当真强悍 全力运转下 神通威能无双 此刻一下接一下打来 唐杰也只能鼓起所有力量与之相抗 只是任他实觉杀刃如何厉害 却也无法与万妙之手下的九九归真值打得遍铁鳞伤 看得一众修者纷纷为之凑眉 有人道 听说逍遥天尊肉身无双力量强大 怎么如今看来竟也不过如此呢 连万妙之手都扛不住 又如何对抗先尊的三清神咒 先缘之力和那无上道法呢 哼 纵肉身再强横 又如何能与这天地之威相抗衡啊 我很早就说过 体修之路只是开始时强横 越到后期越是乏力 如今唐杰的表现正证明了本人的看法啊 又是一修者洋洋自得的 许是看唐杰处于下风的缘故 连逍遥天尊都不成了直呼其名 旁边亦有一人接口 哎 黄龙真君此言言之过早 据老夫所知 体修之路浩瀚广貌 表面看之以蛮力著称 其实内中自成一介 可容纳万千 自有玄傲无双 只是自上古以来 很少有人能达成此步罢了 既然逍遥天尊 继承了兵主秘传 谁能说他的体修之路 就不能走出一番风采呢 只是他还年轻啊 现在还未必来得及走到那一步罢了 说话的正是那无妄上人 此人与唐杰曾有过善缘 因此对唐杰也是颇有好感 言语之间自是相邦 那黄龙真君 其实倒不是天涯海阁这方的 只不过此人惯常流须拍马 见风使舵 虽是真君 心性却着实一般 如今眼见玲珑占据上风 便立刻出颜攻尾 实属本性使然耳 此刻听无妄上人一眼 坑了一声 不服气道 若真有如此神通 又怎会认先尊打之如此的一波 有那看好唐杰的忍不住接口道 或许只是势敌已弱吧 逍遥天尊战术无双 手段百出 却也是有名的 以寿元为代价势敌已弱 未免太过了吧 黄龙真君不客气的反驳道 众人历时无语 的确 以寿元为代价 着实是成本过高 如此想来 只怕唐杰的确已尽全力 只是在玲珑的威压下 还打成这样 只能说华山与出窍间的鸿沟太大 即便以唐杰之能 也无法轻易抹平 此时 玲珑还在一指接一指的落下 万妙之手果然是强大非凡 不仅那天空的万妙之手 在给予唐杰强大的压力 就是玲珑先尊本人 也在连续出手 攻势滔滔 若汪洋大海 连绵不绝 往往唐杰刚抵住这一击 就被下一击打得狼狈而起 原本应当是势均力敌的一场大战 竟变成了一边倒的战斗 看得众人 亦是大呼不可思议 若非事关重大 怕有人连假打都要喊出声了 玲珑对此却不甚满意 他很清楚 唐杰还远位到底下 还有着压箱底的手段没用 此刻已是扬声道 唐杰 你还在等什么 你的万古重楼与风山万象呢 用出来与我一战 唐杰长笑道 既然仙尊想要见识 那在下师来便是 说着他长笑一声 原先受伤时标出的无数仙邪 已一起化成分身出现 千千万万个唐杰一出现 便对着玲珑出手 一轮轮齐天竖法记起 摇动日月无光 撼动出天地间 最猛烈的微杀之气 浮生万象一现 整个天地都充斥了唐杰的身影 那千千万万个唐杰 一起摇动出最凶悍的天地之力 就连玲珑仙奏见了 也不由面色凝重几分 心中更是赞叹 唐杰果然是不使出的奇才 能自创如此道法 二百年的魔力 使得浮生万象 早不像过去般以幻为主 而是幻中有真 虚中带实 真真假假 虚实难辨 那一道道掌风止尽 冰火风雁 刀雨倾盆下 仿佛整个世界都要为之倾覆 玲珑仙奏见了 却只是一笑 万妙之手骤然回收 五指闭合再张开 明明只是一个张手的动作 看起来却像花儿盛放一般 最诡异的是 这个盛放动作 竟似无涌穷尽 一层要一层的盛放着 怎么看都只是五只手指 却演化出无穷奥妙 大道生机 在这只手的施展下 天空中那恐怖的法术风暴 竟然被他轻而易举的消散了 那漫天光影消失不说 就连唐杰画出的分身 也在这万花手中 如风中残竹般 纷纷熄灭消亡 玲珑仙尊已长生道 什么浮生万象 不过如此 哼 是吗 唐杰只是微微一笑 这声音响起 玲珑却是微微一震 因为声音 是从他背后传来的 知道不好 玲珑全力防御 却还是晚了 一只铁拳 从玲珑背后碎空飞出 直袭玲珑后背 尽管念动法声下 玲珑仙尊已在瞬间 为自己叠加了 数十上百道防护 但在那一拳之下 却如止乎泥塑般不堪一击 纷纷碎裂 铁拳重重轰在玲珑仙尊的背后 以玲珑仙尊之能 竟是张口喷出一口血来 那血 经营如玉 从空中落下 便如下集一场血雨 惊气充盈天地 即便天平山外 都有感触 于是满山满谷间 树木生长 鲜花盛放 铁拳还在往前出 玲珑身上 却已献出一团清光 竟阻住了唐杰 这势不可挡的一击 玲珑仙尊已回过头来 怒视唐杰 找死 他的确是大意了 没注意到 浮生万象的真正作用是欺骗 是真假虚实 而非单纯的攻击 实际上为了这一拳 唐杰放弃了所有幻象 来吸引他的注意 其真身 更是借此机会隐秘藏宗 只为打出这一拳 即便也玲珑仙尊之能 这一拳也让他绝不好受 何况唐杰这一拳用的正是战皇屠戮中的第一击灭魔拳 这可是唐杰曾经最强的杀招 当年一击就能重创一位分神大妖 随着唐杰实力的提升 灭魔拳的威力 比之以往更有增长 副作用则大幅减退 此刻一拳之下 就连玲珑也受了不轻的伤 这一拳也彻底点燃了玲珑的怒火 力声尖思道 混诈 转回身 双目神光电射 口中已吐出一道清光 打向唐杰灭门 面对着清光 也像不畏受伤的唐杰 却破天荒的第一次慌忙退避 身形极闪 以运用乱风步 急速逃逸 只是认他如何腾挪 那清光却有如智慧般自动追索 紧追不发 同时 玲珑仙尊更是扬起手中玉镜瓶 往空中一抛 那玉镜瓶中便射出迷迷之光 正照在唐杰身上 竟照得他无法动弹 妈的 唐杰知道不好 就见那清芒 已对着唐杰的脸打过来 唐杰闪避不开 心一横 干脆一声大吼 六臂齐张 对轰一拳 一股惊人的气浪 已从唐杰体内爆发而出 席卷而出 同时 唐杰手中在宁杀刃 对着清芒 一剑劈去 然而 可破世间万兵的地刃 这一次却未能见功 就像一阵风般 清光刃由唐杰的地刃穿过 却毫无丝毫实体般 打在了唐杰身上 下一刻 唐杰面色陡然一暗 狂呼着 跌飞出去 同时 那清光已然离体 在空中旋转着 回到玲珑口中 接着 就见玲珑 刚刚还淫唐杰这一拳 而有些苍白的面孔 立刻变得红润 光泽起来 就像吃了什么 十拳大不玩一般 玲珑的眼中 更是充满了惊讶喜悦 果然不愧是体羞 血肉之气如此充沛 不过在我三清神咒下 注定要唯我所用 说着 他口中清光再现 再次飞射唐杰 此光 换作三清神光 是他修立妙法 仙心三清照 以千年岁月凝结而成的 一种四法非法 四宝非宝的存在 与唐杰的敌人一般 变化万端 效用无边 可以说是玲珑先尊 成就道法前的 第一神通 此刻 清光再现 对着唐杰卷去 就见天空中 升起一片片 青色烟霞 扩散开来 先前的清光突袭 不过是则 三清神光的一种 表现方式而已 此刻 全面展现开来之后 才让人见识到 他的真正微能 就见那一团 蒙蒙清气 一经施展开来 竟幻化出一片树海 这片树海放眼望去 一眼望不到尽头 唯有满目清脆 绿色满眼 若仔细看 会发现还有无数生物 在其中奔跑呼叫 天空中可见雄鹰在飞翔 树林中有猿猴在跳跃 地面有猛虎在咆哮 地下有岩鼠在匍匐 树干中 还有小虫子 在稀稀锁锁的啃咬 一片生机盎然之美景 一个小世界 唐杰看得心中震撼 对于妙法先心三清咒 唐杰早有耳闻 知道这是天涯海阁 最最顶级的一门核心秘法 与紫玉心法感悟天地 硬核大道的特点不同 妙法先心三清咒 是一门有着实际作战意义的心法 据说修制化境 可自纳乾坤 自成一小世界 内置神童无数 诸般手段尽在其中 正因此 这妙法先心三清咒 便是玲珑先尊的根本 所有手段 皆出其列 包括先前的万妙之手 也是如此 此刻 三清神光寄出 天地之间 都被林海小世界所笼罩 三个身影 从林海世界中 冉冉升起 赫然是三个玲珑 这正是玲珑先尊的 三个法身 分别为上清法身 玉清法身 与太清法身 那左手一个身着白衣 头戴金环 赤足云上 面带笑容 手中提一花篮 篮中满是盛开的鲜花 视为上清法身 右手一个身穿黑衣 面色素木 手提一火红长剑 正是那圆阳针所画 身上还盘着一条长蛇 视为玉清法身 中间一个身着灰衣 面容苦捉 形似老玉 却是什么也没有 甚至还残了一只手臂 右臂之下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但是那万青之手 在三青小世界洞开后 却自动化成一只玉手掌 落于中间老玉身上 竟正是补全了老玉 那残缺的右手 这三青法身 正是构建三青临海世界的基础 也是玉龙先尊 所向无敌的根本保障 此刻三青祭出 玉龙先尊已笑道 且让你也见见 本尊的分身能耐 说着手一挥 那玉镜瓶已再度放出神光 照相堂杰 此物乃定光瓶 最善定身 无论法身肉身 甚至神魂皆可定 端得是一件 威能强大 效用无边的神器 此刻一定之下 唐杰再难动他 同时 那上青法身咯咯一笑 手中花篮一抛 花篮中便纷飞出无数花瓣 这些花瓣一出现 便占据了整片天空 为天地染上一片华丽色彩 但是每一片花瓣的背后 蕴藏的却是死亡杀鸡 接着 是那玉青法身 面容冷酷的将原杨针抛起 但见此物化剑而飞 天空中立时了起一片赤天烈焰 常见舞动光滑 以长虹灌日之势 向着唐杰头顶落去 最后 是太青法身 叹息一声 似是有几分不情愿般 也不见有什么动作 就这般吹了口气 一股旋风已自生成 这清风看似简单 涌动出的死亡之潮 却最是猛烈 为三清之罪 本体空子后 三法身主攻 唐杰在瞬间遭遇到最可怕的攻击 面对这可怕的攻击 仅凭自身注定已不可能挡住 唐杰也不得不记起万古崇楼相抗 那一片五色光雁 凭空升起 金木衰火土五行同出 编织出天地间 最神圣辉煌的建筑 玉玉重楼上 唐杰身形伟岸高起 那芬舞的花瓣 犀利的红针 涌动的死亡之潮 在道法万古崇楼下 就像洪水遇到堤坝的阻挡 竟再也无法前进一步 玉玉对此并不奇怪 当他第十一指破万古崇楼时 就知道 此道法防御之强 非比等闲 如今二百年过去 随着唐杰五行倒立的身后 这万古崇楼比之过去 又强大了数倍 但玉玉却不畏惧 而是四身一起 竟这么对着万古崇楼强攻起来 一道道神通 毫不客气地打在万古崇楼上 竟是硬要以自身通天法力 强悍唐杰的无上道法 以从此而言 道法肯定要比神通强大得多 但实际上 情况却不那么比较 道法之强 强在其存在合乎天地之理 视为天地之规 无可更改 但由人使用 事情就不是那么绝对了 大道之力 直接决定以人力 带行天理的可行度 当遇到足够强大的外力时 就算是大道之力 亦不免被迫 唐杰以前曾把大道 比喻成外挂 视为不可理喻者也 能人力所不能 但有外挂者 却非无敌者 如果遇到足够强悍的对手 纵你有外挂 也能打得你溃不成军 莲龙先尊 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强悍的对手 面对唐杰的万古重楼 全不在意 摇动三清法身 竟硬是以一己之力强攻 他立声叫道 唐杰 就凭你还逼不出本尊的道法 连三清世界之力都不用 就让本尊以三清法身 直接解决你吧 说着 玲珑先尊四位一体 已是对着唐杰 轰隆隆的压下 在瞬间 打出千百道攻击 无数神通法术 一一施展开来 汇聚成最恐怖的力量砸落 请不吝点赞来